字幕志祐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身邊嘉賓有要在貞圈市務總監 郭師志,郭老師在這裡 郭老師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事的情況 現在就是 恆子報27,667點 升569點 國企指數升275點暴14386點 但市成交達1438億多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袁先生在嗎 袁先生你好 在嗎 1438想問 1438本身富貴生命有持貨嗎 有啊 37,000 I bill 3元入 OK 袁先生我記得你好像打電話來問過 是啊 不緊要了 現在最高2個7.9元 現在2個7.4元 那你3元買距離 你的IPO價只差兩毛多 不等都等了這麼久 那現在有什麼好做呢 沒有什麼特別好做 唯有看看可不可以見到家鄉 不過問題 上彎3元你要怎樣做 這個關鍵了 如果給我自己的性格 我這首貨捱到過去過四個半 或者1.6元多 差不多沒有一半 能夠回上來 不用怎樣輸呢 我錯好 我都會先估3分1或者1半 到底需要怎樣做呢 就你自己決定了 那現在當然等多兩毛多 看看可不可以見到家鄉 現在沒什麼好做的了 等等等 好 等等 現在都在做2個7.4元 升超過4% 今早見過高位 就是2個7.9元的位置 可以留意 另外聽聽就是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390沒有貨的 即是現在的位置可以進來 或者我又 28832的哪個好呢 中海油田服務 郭Sir 應該選什麼版塊好呢 中海油田服務和390 2選1 我一定是選390的了 因為有價雖然近期來說 有少少斷定 但始終是供過於求的了 我不敢看得太多 況且 28832這一陣 由低位上來的反彈幅度 已經相當凌厲 現在這一刻 有少少技術上的轉弱 因為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390多紅支 同樣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亦因為升了很多 現在正在處於技術上的消化之中 近日走勢比較差 因為在一些比較高台的沽壓 最極之下股價已經累積了不少跌幅 由近期的高位12.3到現在已經跌了兩成 不過相對一個月的低位6.5 來到現在還在升很多 升50% 10元左右的水平 今天曾經有失 最低見過9.75 或者10元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不介意股價會有少少反復 你就買少少 因為在調整當中 到底跌多少 或者跌到甚麼價才夠呢 現在這分鐘是不知道的 或者突然間一個資金一到 到港一再抽升 他又走回轉頭也不頂 唯有分階段慢慢買 10元左右 我相信如果你說買 當你買一萬股 你就先買三千股 買完三千股 就繞上雙手等一等 如果有機會落回9.67 你又再買多三千股 唯有這樣做法 將平均價拉低跌 16倍市盈率的估值不算高 況且一路一帶也好 或者基礎建設的投放也好 最受惠的都是中交建 中田和中鐵建的三隻 再說一次 390 和你剛才所說的中海遊園服務 二選一 我選390 說多次是選390 好 選390 中國中鐵額布在10個1號6 暫時跌1,2 至於283的話 就做16個1號8 暫時偏遠跌8仙下來 希望可以幫到你 就是陳小姐 另外就跟進電郵的情況 有位就是姓盧的家庭觀眾 有兩隻股份想問的 先問問 1375 就是中州證券 本身就在8個1號8 有貨在手 問一下應該怎樣部署 雖然今天見到中州證券升上來 升超過6% 做7.8毫 但在8.1號8有貨在手 仍然都有虧損 應該怎樣處理好呢 近期來說 就有少少高台的回肚 因為由低價上去 幅度已經相當多了 去到剛才你所說的 技術上的低位 其實真的有少少的防守性 今天這個支持應該是7.1毫 7.2 以及今天的低位7.4 在這個區間 我想暫時說的紅手性 還有 不過 你說一個大幅度抽升的動力 我想現在這分鐘就見不到 給你看看已經明白了 事實上由高台的下跌 已經跌了很多了 剛剛碰到50片平均移動線 即是說風險管理應該放一條50片線 任何環境 你短炒的話 跌穿50片線 現在應該大概是7.1或7.2左右 那就止蝕了 如果不跌穿就繼續插上去 券商股來說 我還是看好的 但我要選擇的首選都是中信 海通 銀河 以及港法證券這幾個為主 至於其他券商股 可能都會隨勢而行 但未必會扮演到領銀股的角色 這要留意 另外就問1.165 盧小姐想問 順豐清潔行員現價報在8.8元 暫時偏遠 跌兩仙下來 在7.1位置有貨在手 她就說現在就繼續跌下來 應該會否做止蝕的部署 問題你想是短炒還是中線 如果純粹是跟浪走 6.04元 這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防守性一旦有失 你不做風險管理 下一個支持將會退守到5.58元 即是一個月的低位 以現在來說股價走勢比較偏弱 因為同時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可能早前的升勢比較另例 老實說 因為經過一輪技術上升後 現在正處於一個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美中不足的地方 早日已經跌穿10天和20天線 50天線的防守性 亦是比較關鍵 亦成為後市一個重要的支持 如果你純粹短炒 就考慮一下自己持倉的能力 因為一旦跌穿6.04元 情況就不太好 我希望你純粹不太多貨 因為任何環境 一旦跌穿了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純粹貨重的 對好錯好都是這樣說的 先估3分1或4分 這是最低限度的 保留一定的實力在手就比較好些 謝謝郭老師的解答 先聽到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多謝 我想問1816和123 OK 怎樣是1816 怎樣是1816 我昨天4.23元買的 是 今天人家升它又跌 好不可以再補一點 1816一個星期的低位是4.1元 你4.23元買 現在4.19元只有4分錢 補來做甚麼 如果你說突破了 3.5元4.4元再向上走 你加注的 我當然沒有意見 因為那分鐘上網是4.3元 這是一個星期的高位 直到現在這分鐘 技術上是轉弱了 因為這一兩天的反覆 股價已經是初步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再向下走 下一個防守性據點 是會退手到3.8元 你買下來是中線還是短炒 你自己試試一下 如果純粹短炒 我先說明 純粹炒即時炒短線 跌穿4.1元就止蝕 或者考慮要減磅 因為 上網是4.4元 暫時今天的高位 下面的防守性支持是4.1元 即是我有本事贏 如果純粹2.2元 我便預算了 豪多指的風險輸給他 這是一些短炒應該具備的態度 但如果你是中線持有 你就不用管了 真的要加注 穿4.1元 下面等機會再買便宜貨 千萬不要說4.2元 從3.6元到4.1元 就要多買住 為甚麼 你是看好的 那就買多些 純粹因為跌了4.1元 買多些來追溯一下 又不合數 只有4.1元 我覺得沒有追溯的必要 除非 你是特別看好 如果不是的話 我想暫時觀望 4.1元的支持很重要 純粹短炒 跌穿4.1元 考慮止蝕或減狂 4.1元的位置要看 現在1.16元 中安核電力 還在4.2元 跌4元 還想問123 買售地產 本身有沒有貨在手 我一個8.7元買 OK 一個8.7元 剛剛好 是一個星期和一個月的高位 我記得在分行講了 我一直推介 來防股首選 688中國海外同盟 109 跟隨而來 就是123的月售 因為 688和109是中央企業 我們稱為央企 123月售就是廣州市政府的企業 其實 土地儲備足夠未來的很多年發展 但推介的時候 股價仍是一個四毫多 過半左右 為何不早點買 剛剛要去到一個月的高位 你才去追下去 當然有少許辛苦 因為從一個四毫三升到一個四毫八 升幅不是很多 四毫多指 但相對一個四毫三的股份來說 約摸到二十幾三十個巴仙 高台有少許整股 其實不出奇 基本因素 不差 基本因素不差 不過如果你高追了 有中線持有 就暫時官網 剛才那隻不應該加 這隻可以考慮加 因為 因為一個八豫七買 現在去到一個七毫本一個七毫六 萬一再下 或者是 貼近過七 或者一個豪幾 如果見得到的話 就應該架著再買 比例上 上面有一萬股 下面就買五千 因為不是說買得多一定好 直至稍稅斷定了 又再買到五千 因為要買的時間 都有個方法 有個策略 不是說跌三格我又買 跌兩格我又買 這些無意思 浪費子彈 記得了 好 麻煩郭Sir的分析 一二三月售地產 報一個七毫六 暫時生涯近百分之二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陳小姐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 又差不多了 剛才說的股份 多謝郭Sir 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問題環節